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超群的姐姐 不知道为什么 在真人秀部分被边缘化了 没能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魅力 可惜 柳妍从一宫开始就跟陈浩宇合作过 三宫被拆散后 他先后在和杰和萨鼎鼎的队伍里待过 但都没什么存在感 不高 各位队长选人的时候 柳妍也不是他们的首选 陈浩宇抽中八人团 他最初想补进的两个姐姐是陈力军和张雨希 但看到陈力军被轰抢 他果断选择放弃 问柳妍跟不跟他走 柳妍的第一反应是 你没叫动啊 陈浩宇告诉他 不想让陈力军为难 柳妍明明自己也还没有组上队 却鼓励陈浩宇 你再去劝劝 直到确认陈浩宇心意已决 才答应加入 虽然他加入的过程看起来好像积极性不高 但入队之后 他却几乎成了陈浩宇最好的帮手 很多陈浩宇不方便说的话 都是柳妍当的嘴涕 武功每个团有两个舞台 其中包括一个双人wocal舞台和一个舞蹈妻人的唱跳舞台 陈浩宇的想法是 先安排唱跳舞台的人选 他首先安排了自己 廖妍 郑秀文 万妮达 谢金燕和张雨昕加入舞蹈团 剩下两个还没有安排的是袁亚维和孙夏琳 因为这个团多了一个人 所以 必然有一位姐姐只能参与一个舞台 虽然在选歌之前 陈浩宇就已经决定了万妮达会上wocal舞台 但毕竟没有正式宣布 当他问谁想去唱wocal的时候 柳妍第一时间说 妮达 你去唱呗 袁亚维也帮枪说 妮达两个都要 他们俩一个老成员 一个新成员都这样讲 让万妮达出战两个舞台看起来是符合名义的 而不仅仅是队长的决定 那么 谁来跟万妮达合唱 陈浩宇肯定是想让袁亚维上的 所以 他优先问了袁亚维的意见 袁亚维说 我已经唱过了 言外之意并不是不想唱 而是觉得自己在唱有点不合适 柳妍的反应非常快 他马上说 你是想让机会 袁亚维认同了他的说法 孙夏琳原本就想唱 听袁亚维这样说 立刻请站 说 那我唱吧 陈浩宇先是肯定了孙夏琳可以唱 但又表示 舞蹈如果没有你的话 肯定会减分 意思就是 孙夏琳的跳比唱更重要 孙夏琳听懂了 表态自己可以服从团队利益 柳妍所信义垂定音 对袁亚维说 这个就得你们俩最强的唱将去 袁亚维还想推让一下 说 陈浩宇也可以唱 柳妍告诉他 陈浩宇还有队长秀 队长秀也是拿成风值的 所以 就麻烦你去唱了 这个麻烦你去唱真的很精髓 瞬间就让袁亚维出战变成了为团队而战 而不是自己去秀 袁亚维的心理负担也就没了 在袁亚维同意去wocall后 柳妍还说了一句 我觉得你们俩能赢 正风 给我们正成风值 这话其实是说给其他姐姐听的 言外之意是 只有袁亚维和万妮达去才有赢的机会 而且 他们赢了 大家都是获利的 柳妍说的这些话 无疑都是陈浩宇想说的 但他作为一个队长 如果这些话都由他来说 可能会让人觉得他偏心 柳妍是刚刚加入这个团队的 他说这些话就没有这样的顾虑了 小考 陈浩宇团再次拿到第一 并且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直播秀名额 这可是一个真真正正的solo秀 但凡有一点实力的姐姐都想争夺这块蛋糕 个人觉得 陈浩宇估计内心是想让万妮达上的 但小考是全员努力的功劳 不可能直接指派 别是 陈浩宇让想唱的姐姐都先报名 结果 包括万妮达在内 有四个姐姐都报了名 每个姐姐都有自己想要上场的理由 尤其是谢金燕 话说得非常直白 我们这三个只有一个舞台的 其实我们也蛮想有个机会的 不过 她话也没说死 立刻又冲已经有两个舞台的万妮达找补了一句 但我也是真的很想听你唱中 气氛一时有点尴尬 柳妍突然说 我还想唱呢 说完 大家都笑了 她立刻说 对 你看你们笑了 就是因为我不是vocal 所以我更没有机会 再整季的舞台 我都不可能会有二次表演的机会 接着 她又说 如果她只是展现我梦想的话 我可愿意报名了 但是因为这有舞台成风值之争 张雨昕也听懂了 给她敲鞭鼓 毕竟不是表演赛 柳妍说这段话是为了化解谢金燕 带给陈浩宇的难题 如果按照谢金燕的思路 那么出战直播的人 必须再只有一个舞台的姐姐中选 但陈浩宇显然不是这样想的 柳妍把自己推到台前 表达了两层意思 首先 谁都想要多一次表演的机会 但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 都是姐姐 你们甚至都没有考虑过 我也可以有多一个舞台的想法 我逆说 你们就笑了 不就是默认不是vocal的人 不能有二次表演的机会吗 可是 既然都是梦想 这又不是专业人士的赛场 凭什么就把我排除在外呢 其次 既然我也有多一个舞台的渴望 为什么我不报名 因为我明白 我去了也赢不了 挣不了分 不能为团队做贡献 所以 要把机会让给更有胜算的人 他这番话说完 虽然并没有直接表态说让万一达上 但一来 陈浩宇在用投票决定人选的时候 不必把万一达排除在外 啊 参与投票的姐姐也会颠量 谁上台更有赢面 在那个灯火辉煌的舞台上 当万一达的名字被缓缓念出 那一刻 仿佛整个宇宙都在为他欢呼 万一达 这个曾经默默无闻的名字 如今终于站在了聚光灯下 迎来了他人生中的一次重大机遇 这个结果既是他多年努力的见证 也是对他才华的肯定 毫无意外 他成功地抓住了这个机会 回想起之前的情景 柳妍站在舞台中央 他的话语如同春风拂面 既温暖又贴心 他的话语中充满了智慧与情商 让人不得不佩服他的控场能力 每当他开口都仿佛有一种魔力 能够将观众的情绪牢牢地掌控在他的手中 那两段对话 无疑是柳妍情商与口才的完美展现 他的话语既不失丰度 又能够巧妙地化解尴尬 让在场的姐姐们即便心中有些许不悦 也找不出任何反驳的理由 他的这种能力 让人不得不感叹 不愧是主持人出身的他 实在是他会说话了 这啊 尽管柳妍的表现如此出色 但节目组似乎并没有将他作为重点捧红的对象 镜头在他身上的停留时间 甚至还不如朱丹多 这不禁让人感到有些惋惜 如果柳妍能够得到更多的镜头和关注 相信他的才华一定会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娱乐圈中 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机会和关注 这啊 机会往往只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 柳妍虽然拥有出色的情商和口才 但如果没有得到节目组的重视和支持 他的才华也可能被埋没 不过 无论结果如何 柳妍都已经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他的出色表现不仅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支持 也为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 他一定会在娱乐圈中走得更远 更稳 反正我是被姐姐捐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